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构和它的感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讲作品的第二个问题 就谈我们的体验和理解 体验和理解 我们呢 对那个作品呢 都有一个体验和理解的过程 我们过去仅仅强调发现 但是我们知道理解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历史呢 也是要强调历史的理解 有一种东西呢 叫做历史遗情 知道吗 就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告诉你 就是说你 你比方说研究的是个历史人物 然后你就把自己取得进去 你研究的 你研究的是周瑜 你就想我 我假如是周瑜 碰到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这样一种情况叫移情 那么 对不起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是我们感到 感到就用人脑去看猴脑 用现代去看过去 但是这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一个现代人呢 生活的环境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你想想那个 你假如你是个艺术家 你的作品就是 画的就是周 那个大乔和小乔 知道大乔和小乔吗 周瑜的夫人 最美的美女 然后你 你自己去 想象一下 你就是那个大乔和小乔 那你感到很难 你如果 你自己去 与那个周瑜相处 你感到很难 是不是 因为你是一个现代人 你没法回到过去去 那么从现代 怎么去看过去呢 首先你要了解 那个有一种说法呢 叫古典派 古典派的那个 对于理解的看法 体验的理解呢 你就是体验 就是了解规则 这叫古典派 那是西方一种说法 古典派就是体验 就是了解规则 强调一个时空性 你要进行历史移情了 那你叫时间和空间的规则 你去了解 那么强调那个格式 只有你了解了过去的情况 过去的规则 那时你才能够进行移情 才能进行体验 还有西方的一派呢 叫做想象派 想象说体验就是想象 在心中呢 来体验感觉 然后你去符合 你的那个感觉的印象 你去想一千里外 松林中的风声 你去看 一千里外山上的一朵花朵 那你怎么看得到呢 你怎么听得到呢 那靠你想象了 想象出来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 未必就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你假如要进行一个作品创作 最后你就是把你的想象 进行想象出来的一种感觉 进行复合印象 这叫想象派 那么还有一种体验呢 叫做超越派 超越派原来体验 就是考虑人生主题 人生有很多主题 我们刚才说过了 生与死 人与神 此安与彼岸 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去 假如明天就死 那我今天做些什么 明天就要死了 我今天还在教室里听课吗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重要 超越派 超越派 那么这样一种超越派 你就是直接面对存在 直接面对生命和人生的主题 你就撇开了生活中的小事情 有些人是只想打死不养小事的 你和他说中华吃什么 管他什么 不管 不考虑这件事 明白吗 他练电流的 他不练电气的 明白吗 我们读一门课 他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个电气 但是你主要是练电流的 你去考虑一些重要问题 你比如说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老师教我 我老师教我 从来不教我具体的东西的 你叫他从来不教你 怎么画画的 他从来不教你 什么历史是什么的 不教你一个东西的 他是教你去想一些大问题 什么叫大问题呢 大问题就是说 那个人为什么要活着 或者中国文化 现在是搞了越来越微观化了 我们西方的文化 越来越搞宏观的主题了 那么为什么 或者他又问一些大的问题 说那个 你想一想 明天你就死 你今天做什么 那我说我想不通这些问题 想不通你到海边去看海去 你看海 看了一天回来以后 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感受 这就是想大事不想小事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练电流 你知道吗 叫做我们叫做禅宗式的教育 禅宗式的教育 就是练电流 它不教你具体东西的 具体的东西没意思 具体的东西说 达芬奇生于某年 思于某年 达芬奇画了十一幅画 还幅画了十二幅画 这些东西你自己去看就是了 那个词典你查一查就知道了 至于马丁路德写的是 95条款还是96条款 他究竟贴没贴出 那个95条款 那你去看好了 那样的有个好处 就叫做练电流 现在我们的学生啊 或者很多学者啊 都是这样 他们每天累得很 他那个叫做电流不大 能量不大 身上串来的电阻却很多 那么结果呢 就是老那个皮 那个非常累 那么假如你那个电流很强 结果呢 你就是武功不会 你看过那个练武功的人 有这种说法 就是有些人那个内功很好 但是一招于是也不会 这种情况呢 就是练电流就是练内功 但是假如他给他一个机会 他去讲一门课 写一本书 那就是接电线和开开关的问题 如果那个电流再强一点 那个开关不开 灯也亮 靠感应 对吧 靠感应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呢我们说的那个 超越派呢 它主要就是直接考虑 人生的主题 还有一派呢 它叫做会心派 会心派呢 就是把体验呢 认为就是直觉 直感性的发展 什么叫直感呢 直感就是经验 强化传统 强调大中文化 会心一笑 会心派就是会心一笑 什么事情 会心一笑 你真正懂了吗 你实际上还是不懂 我们说很多东西 你可以意会 不可言传 或者我们碰到某件事 你很神秘的会心一笑 你真的已经理解了这件事吗 难说 难说 但是艺术本身就是允许 有部分的变形的 所以也无所谓 这叫会心派 还有一种叫超艳派 超艳派呢 就是从宗教的感悟 浪漫主义 神秘主义 里面去寻找出路 他明明看一朵花 他就要去 从花里看出一种神秘性来 明明看一个人 他就要从里面看出 他的浪漫性来 明明看一个风景 他要从里面看出宗教性来 这就是什么 就是超艳派 他觉得万物是有灵的 一切是靠命运的 他要从一种 实在的东西里面 去看出一种超艳的东西 还有一种是规则派 他认为那个体验 是体验某种结构 他强调处境对人的影响 他强调每个东西 都是整个结构的 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人看问题 是不把人看到的物来看的 他看一群人 马上就理解 这群人在社会结构里面 是处在哪个地位上 这叫结构派 规则派 还有一种是心理派 心理派认为体验 主要是体验你的心性 了解你的内心 你的心理分析 心理模式 你的个性 他看这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种叫做生理派 他看一切都是看成本能的欲望 本能的冲动 还有叫先锋派 强调那个现实经验 对历史理解的重要性 先锋派 先锋派是不大成了传统的 强调创新的 还有就是高峰体验 强调那个命运自然人生 宗教生死问题的主题 对人的一种现实影响 这就是说我们的体验 有各种各样做法 各种各样看法 总结一下 体验和理解 就是当今一个中心课题 它是解决一个艺术为艺术的 内在结构的根本问题 是研究审美 就是价值好而坏 特征的关键所在 能通过这个体验理解 它就能够进行价值判断 那么第二个情况 就是体验和理解 也就是从研究外面的东西 到研究人本身的一个转变 本来我们研究的东西 是研究外部 研究制度 现在我们研究人 是对人的回归 是在人类进入一种高级阶段以后的 一种反腐归正 又回到人身上去 是打破机械论 建立对人的复杂思考的一种尝试 所以我们提倡 所以我们提倡体验与理解 它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那么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首先说 历史学的著作 也应该建立在体验和理解上 这就叫做历史理解 历史理解当然是离不开历史经验 但是体验呢 却是属于历史写作和欣赏的生成结构 你比如说 我们比较两种历史著作 一种学是乱事实本身来说话的历史著作 我们很多历史作品 就是通过史料整理 史料分裂 史料考定 我们来乱古代人自己说的话来说话 这样一种著作 这样一种著作呢 本质上就是再现一种历史的真实 那么还有一种历史著作是历史理解的作品 那也是一种历史的作品 但是却是一个史学家 去和古人进行心灵对话 精神和身体心念以后 体验以后 谈的一些感想 他不仅是再现了某种历史真实 他还要告诉发生在某个特定场景下的人类行为 发生的原因 动机 意义和复杂背景 以及对现在的人所具有的启发作用 也就是说 现代人如何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样一种作品 它简直就是一种理解以后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前一种作品 是让古人自己来说话 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你要做到一切就是再现 什么是过去的真实 那么后面一种历史著作 它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历史学家和古人 进行对话 对话以后去了解了他的行为 行为动机 行为后果 了解了他的情绪 你简直每天研究一个人 这个事情有点像画画 你们如果画一幅画 画了很久了 是不是会对你画的那个人物产生感情 会不会产生感情 你画一个美女 你每天在画 画了一年 会不会你对你画的那个美女产生感情 或者你研究一个历史人物 比如说你研究那个诸葛亮 研究了五年十年的 甚至你研究了二十年 你是不是把他的所有的细节都想到了 你是不是会对产生一种朋友般的感情 会吧 这种情况你写出来的著作 实际上你已经分不清 那个他是谁了 你觉得他就是你的一部分 你就是他的一部分 你完全理解他了 你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你急着把你所了解的他 告诉别人 那个时候你完全就是 真的是懂了他了 因为你花了你的生命的很多年 是和你研究的对象生活在一起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理解 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的哲学家 他叫做格林伍德 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一种理解 因此历史学是非常不同于自然科学的 那么格林伍德的观点的弱点是什么呢 弱点呢 他就是说太强调主观了 不那么强调客观 因此他得出了两个结论 一个仁仁德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一个仁仁德是今天的历史学家 因为历史无非是观念的历史 那么这样一种历史学呢 那么就是说叫历史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强调那种理解呢 那么这因为理解有一些重要的功效 首先我们强调理解呢 就是我们会对强调那个艺术学和人文科学 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同性 那么在于我们在进行这种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同的区分的时候呢 我们强调任何作品呢 都加入了作者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价值盘斗 我们经常说我们创作一个艺术作品呢 我们要有强烈的情绪 我不知道有些人他进行作品创作的时候 他是不带感情的 有些人不带感情也能做出很好的东西了 你能做到吗 还是你觉得你在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的时候 你是要加入自己的感情的 加入自己特点的 还是你完全可以不带感情 你在制作一幅你的作品的时候 就和你在制作一个碗的时候没什么区别 或者你在制作一张桌子的时候没什么区别 你完全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物在处理 那么这一点呢就是看你处理的对象 是不是个审美对象 是不是个人 假如你把它当活的东西来对等 而不把它当作物的东西来对等 你必然会产生感情 你必然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情绪 那么你在画一张人物 人物的画的时候 和你在制作一张桌子的时候 你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前者你会带入感情 很自然地带入感情 而在你制作一张桌子的时候 你不会带入感情 所以我们强调历史的理解 或者在制作作品上理解的时候 首先我们就使自己 从物转到了人 从而带入了感情 这样一点 那么第二个情况 就是我们从在线的层面 转入了表现的层面 因为艺术家制造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 他往往是很主观的 而且要表现个性的 那么假如他既不主观又没个性 他就无法表现 又不带情绪 那个情况他是不能表现的 所以我们强调体验和理解呢 我们就从那个在线的层面 进入了表现的层面 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人类的一些 那个东西呢 看作是能动的 具有自己的话语权的东西 也就是说 人类自己考虑事情 不完全被外物所决定的 这就当然增加了你的创作的活动 当你描绘一个风景的时候 你必须想象那个风景是会变的 当你描绘一朵花朵的时候 你必须要想那朵花是活的 当你描绘一个人的时候 你必须想象 那个人是有感情的 这样一来呢 因为你加上了你的理解 加上你的想象 加上你的那个理解和那个体验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呢 经过理解以后呢 你会多出一个东西叫解释 假如你不经过理解 你就不会产生解释这种欲望 当一个人对一个东西不理解的时候 他是不想多说话的 那个时候他的整个思维 是一种被动的思维 也就是他只是接受知识 比如老师上课 学生记笔记 学生那个脑子可以不用 他只是很机械地记下来就是 但是当你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 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甚至你带有了那个理解和体验在里面 那么这种体验理解和感情加入以后呢 你就突然对你 你所研究的对象完全懂了 当你对一个东西完全懂了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对它进行解释 这种解释甚至是很自然的 你总想把自己已经理解了的东西 来告诉别人 因而你产生了要加以解释的愿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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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